第一批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两万只火鸡 昨天运抵我国 鲜鸡肉今天早上开始贩售 这是我国首次从传统来源地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进口火鸡 首批从印尼进口的火鸡 由印尼农业食品公司培育并进口到我国 首批机支经过屠宰加工后 鲜鸡肉今早上架 连锁超市在一些分行测试买气 也有18沙摊贩开始收卖一米机支 有档口就订了近80只机 摊主说成本同马国鸡不相上下 一些顾客则认为这有助降低价格 便宜点比较好 当局指出因不同因素影响 食品供应中断情况仍可能不时发生 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我国的食品有高到90%是靠进口的 新加坡不可能完全避免食品供应中断的情况 时不时发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行业 应该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 以保持灵活性 以及建立快速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 许宝坤也说 随着印尼这个新农场获得批准 新加坡的消费者和商家都将有更多选择 如果您的感觉和商家都会用的 这个新加坡的新加坡 也许宝坡的新加坡 也许宝坡的新加坡 也许宝坡的新加坡